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這股民的疑難雜症 有老師來開講囉 我是崔又達 昨天台股才大漲560點 收在今年最高 但是今天卻馬上中錯228點 還跌破了昨天紅K棒的低點 為什麼只有一天的榮景呢 難道是因為禮拜四 有美國聯準會的利率會議 即將要登場了嗎 而在禮拜五呢 有蘋果 Google 高通的財報 都要陸續揭曉喔 重要大事都壓在下半週 那台股會不會再一次的蹲完再跳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張家豪 阿豪老師 五彎 又達 大家好 我是阿豪 而昨天才聊到說 現在是一個雙嘎行情 嘎空手 嘎空單 但是今天最強的主力股東哥遊艇 創高之後卻殺到了跌停板的價位 戲劇性的轉折 難道主力已經高歌離席了嗎 要來請教的是資深分析師吳岳展 展哥 午安 又達午安 大家午安 好 阿豪老師 我們就先來看 這個今天的下殺 其實可以說是成也台積電 半野台積電 因為今天光是台積電 這下跌的21塊錢 就影響到拖累大盤了175點左右 所以簡單來說 今天跌228點 扣掉175點 台股其實只有小跌50點而已 三大法人有人在扯後腿嗎 來看看 其實沒有 三大法人今天都讚 買方 加起來買超55億 外資甚至還加碼29億繼續買 投信買超13億 自營商也買超12億 但是在多單的部分 看出端倪了嗎 因為多單昨天不是才8000多口 今天剩下2589口 所以多單大減5000口的幅度 看起來這個外資在多單的部分 有先行的做一些調節了 明天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很多的重要大事都壓在下半周圍 台股會不會先蹲後跳 對 其實在昨天很多人都說 早知道就買台積電 可是今天上次來說 我不敢買台積電 或者說還好昨天沒買 對 還好昨天沒買 其實各位 股票它是很客觀的存在 所以真正影響的是我們的心理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真的在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一天一天去看 而是要看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趨勢 在昨天我們有提到說 台積電它很刻意的 用跳空的方式 它就是要突破這個527 因為它突破527的話 它在周K的部分 它就變成是一個風高 一個底底高 這是一個標準的多方式 其實到了禮拜五的下午1點半 各位如果說你再看一個數據 這個MACD MAC台積電 它如果在這一個禮拜 確定能夠去翻證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一個大勢 就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真的就變成是一個多方式了 可是會有很多人就說 那它今天殺得這麼兇 到底值不值得去買 有的人怎麼辦 或者是沒有的人 到底哪一個價格 是比較甜蜜的價格可以減 好 我就提供一個數字 給各位來做參考 今天盤中 殺到527的時候 其實大家會有一點點緊張 因為它很刻意的 再往下再灌下去 我是覺得如果它要洗得 比較乾淨一點的話 512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洗盤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512 它當時是在8月26號 也就是那時候 它跌破這個五州軍線 開始一路往下殺到370的這一段 所以512這個地方 是一個滿重要的古戰場 也就是說在那個地方 人家是有多空增值過的 如果能夠去收穩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 滿乾淨的一個洗盤點 大家不妨可以把這個 當成這個參考 簡單來說 台積電因為今天收在522 它有可能說在下半週 來回測這個價位 但是這個供房價512 一定要手穩 才會有繼續攻擊的機會 如果有破掉重新站上的話 那就更好了 有破掉再站上也可以 那會洗得更乾淨一點 所以現在你的判斷說 台積電是洗盤囉 對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應該就可以理解了 講到台積電 大家一定會去聯想到 3443的創意 IPC制裁 對 對 你知道嗎 它從383直接 嘎到822 那嘎到822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有壓下來 那為什麼會壓下來 因為那時候有外資出報告 調降它的平等 但是調高它的目標價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嗎 兩手策略 表示它看錯了 之前的目標價看錯 它只看到550 結果直接被嘎到822 快點就被打下來 所以那時候打到630的時候 市場上一片滑爛 有多少人想要去放空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今天突圍突圍 好像又快要回到800塊 又創新剛好 對 其實台積電 股市漲漲跌跌 你要去抓住它的節奏的時候 你才知道它的下一步 是該怎麼做 永遠讓自己站在有力的位置 好 這是在台積電的走勢 不過也因為今天台積電的跌倒 給了更多中小型股的表現空間 所以今天貴買是紅通通一片 阿浩老師其實在我們這個 過年特別節目有提到幾大族群 不受到景氣拖累的 或者是大盤在跌的時候 這幾個族群可能就會有所表現了 包含了鋼鐵 速化 電力儲能跟電動車 今天表現最搶眼的 應該就是電力儲能了 新內閣的上任 好像讓它有一些蠢蠢欲動的機會 其實沒有錯 我們昨天在提到說 也許這個新冷 新氣象 但是他一旦上任之後 他還是要去解決 已經存在的這個問題 那就是在電力穩定度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大盤跌得快要200點 但是有一個族群 反而是紅通通的 那就是在電力儲能股的部分 電力儲能股的部分 它是一個族群 包括說裡面比較有機會的 我都把它放在我們的LINE 上面的這個口袋名單裡面 昨天有很多人在問說 老師那個口袋名單怎麼去索取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但是我就把我們在口袋名單裡面 有幾檔 有幾檔今天真的是 你如果光看他們 你不會覺得說 今天大盤跌得快要200點 所以這個包含了1513的中心店 已經在老師年 過年當中的口袋名單了 你現在直接按 那個右上角的祭司本 還在裡面 我們先從中心店說起 因為它今天是創史上新高 其實我們再回想一下 在去年從1月跌到 1月跌到10月底 11月有那個選舉的行情 所以從11月拉上來之後 12月又跌下去 可是你看這個中心店 它從11月 11月剛好是在這裡 11月到現在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它根本就沒有回跌 它一路就在往上去創高 中線級別的往上 對 它到底是在凶什麼意思的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是在凶一個架構而已 因為它的風風高 滴滴高 在去年它一整年 有沒有發現 它一整年它都呈現這種 風風高 滴滴高 就是一直突破前高 強勢股 包括說到了今年 它還是在突破這個前高 所以像類似這種股票的話 如果說你看這個架構 看不太懂的時候 你看一下MACD MACD它是不是一直 都是在這個零走以上 對 零走以上的時候 它如果讓它鎖住這個5MA的時候 五周均線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不用每天在那邊 忙東忙西的 說今天追那個 明天追那個 它是一個長線的題材 所以你看一天一天的行情 其實會錯過它大波段的 而且容易被洗出場 對… 所以這個是在我們這個 口袋名單裡面 它有關於電力促成的 它就是一個指標股 其實坦白講 今天它都已經從這個 50幾塊漲到80塊了 如果說要去追會有點怕怕的話 沒關係 我們口袋名單裡面還有 那我是覺得口袋名單裡面 有一檔 我覺得它是滿有潛力的 它那一檔叫做這個雅力的部分 雅力 為什麼 我們剛才是不是看到 其實中興店它會那麼強 是因為它架構 它是在走那個形態 風風高滴滴高 你看這個雅力的部分 從11月 它12月有回來 有回來 但是有沒有發現 它1月又創高了 所以其實它才剛剛形成 這個風風高 滴滴高 它才剛剛形成 它也符合這樣的條件 對… 而且你看往下看MACD 是不是也剛剛好 也是翻證了 對 從1月才開始翻證上來 其實在選擇它的時候 我會去想到 其實像現在已經是 馬上就要2月份了 2月份大家期待的 就是接下來的年報公佈的時間點 年報公佈在3月15號 到3月底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去想說 它的年報到底好不好 對 它年報好嗎 如果它年報不好 不就是漲了一小段而已就沒了 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你炒一個題材 其實公司虧錢虧了一屁股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年報的部分 再把它拉出來 營收的部分再拉出來 其實它在去年 我們常常在講的 它可以用3季賺銀一整年 它的前年是1.6塊錢 其實它到第三季 已經賺了1.7了 對 去年前3季賺銀前年一整年 對 所以它是不是只差一個第四季 第四季的話就是死11 12 這三個月 我們再去看死11 12 跟去年相比的話 它是紅通通的 都是年症 對 它是成長的 所以其實在年報的部分 大家是可以值得去期待 特別是它的型態 已經變成風風高滴滴高的時候 這個找我們就把它放在 我們的口袋名單裡面了 就差一個各位你要去索取 一定要去讓自己 站在一個有力的位置 那除了這個雅力之外 還有哪一些是電力儲能股 可以抱比較中長波段的 今天在盤中連線的時候 我跟那個曾偉的時候 它還沒有創高 可是我創之後 它一下子就創高了 那你去看它 其實都長得一模一樣 它也是出現一個風風高 滴滴高 它就是一個多方式 那你讓它站上5MA的時候 一下子就上去了 因為它的MHD 一直都是在零走以上 有沒有 那我們在想到 它到底有沒有賺錢 你會發現它去前年賺0.28 到第三季 其實已經賺了快要兩倍 0.44 對 那再來只差一個第四季 第四季相較於去年 仍然是紅東東 它也符合這樣的條件 我覺得它仍然有氣 所以可以壓榜 所謂的年報題材 對 那這是3027的盛達 那另外一檔是4931的新勝利 去年是狂標股 因為漲了三倍了 那今年呢 因為它修正好久了 今年大家已經忘記它了 對啊 去年的標股 為什麼呢 你注意看 它為什麼去年會這麼強 因為它去年一整年 它就只呈現那個 我是多方式的架構 可是當它在12月的時候 它跌破了這個5MA 或跌破了這個五週均線的時候 一直到今天 它一站上去 今天差一點拉到漲停板 是 對 那我們再去看一下 其實為什麼12月 它會跌得那麼兇 其實你看它本來是賠錢的公司 到第三季不只翻證 而且還賺滿多錢的 只是就是你會發現 它那個營收太亮眼了 所以12月的營收 稍微有差一點點的時候 一下子就被人家60塊 打到了這個40塊 所以像這種 有修正過的一個股票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 好的一個機會點 好 這個是阿豪老師 告訴大家電力儲能的操作 如果大家有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想得到更緊接的教學 現在馬上拿起手機 小電視上的QR code 加阿豪老師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酷的580178 阿豪老師也有 新春紅包股要送給大家 對 就是新春紅包股昨天很多人說 老師 我在按這個祭祀本 按進去我找不到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更新 所以按進去的話 你再稍微往下滑一下 或是說你今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因為現在 這個我們播出的這個時間點 我的助理正在做一對一的發送 那它發送完畢之後 它就會切換到 自動回復的部分 所以睡覺前再按一下這個178 系統之後它就會自動傳給你了 好 大家一定要記得 加LINE之後還要按這個 右上角的這個祭祀本 即是本跟178 就會有重要的訊息通知 還有很重要的資料要給大家 那節目回來也要告訴你 最強的主力股東哥遊艇 今天創高之後卻在盤中 殺到跌停 一路到尾盤 這個跌停都沒有打開過 像這樣的強勢股 該怎麼進場出場 比較不會受傷呢 我們稍後有獨家教學 要請教的是吳岳展老師 歡迎你回到1100股民開講 我是邱友達 剛剛跟你提到了 外資今天還在場內加碼29億元 使得今天股會出現了不同調了 外資在場內的同時 新台幣今天中場升值8.5分 收在30.052元 而且還在盤中的時候 一度升破了30字頭 跨到了29塊 接下來就要問展哥囉 因為我們昨天才在聊到說 看到強勢股平平的創高 不要隨便亂空 因為像這種高卷之比的 很可能是強很強 接下來就被尬到外太空去了 但是我們今天從這個 東哥遊艇說起8478 他在這個盤中的時候 原本早上是創高 結果盤中擊殺到跌停 要怎麼看 他卷之比高 99% 對 確實 因為這種狀況 坦白講 我們用不同的格局 來做一些思考 其實你從日線格局 你說今天要出嗎 沒有理由 可能說大黑K說中間會出 怎麼有道理 確實是沒有道理 然後這邊五日線也沒有跌破 所以我覺得日線的格局 不出沒有問題 而且卷之比還在高檔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OK 我們常常講 我們在操作上面 我們會有一些出廠的技巧 其實過年特別節目 我們都在講 但那時候我們只講買 我們沒有講賣 所以市場上有一句話 會買是徒弟 會賣才是師父 所以今天剛好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 我們短線出廠技巧 不過當然這個技巧 我已經用很久了 包含去年 在股民開獎也有講過 像幾個 第一個狀況 我們講這叫幽靈的禮物 這本書講的 幽靈這個人說巨量就是出廠的時機 好 我們幫大家這個檢視一下 因為剛剛看的是日線級級別 那現在我們是切到15分鐘 對… 從15分鐘幫大家來看 因為這就代表說 每15分鐘就會有一根K棒出現 沒錯… 這其實我們在看盤軟體 也可以切到這個模式 對… 好 我們從15分鐘來看一下 OK 然後我們講巨量 什麼叫巨量 第一個你拿過去來比對 這個地方巨不巨 巨 爆量 而且這個是過年前 對 過年 封關日 封關日那一天 對不對 但是OK 第一個你說這裡巨量就出廠 聽幽靈的話 這沒有問題 你說這裡要出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細看這兩根K棒 你會發覺這裡其實沒什麼震盪 所以當時的走勢 是一路這樣上去 就是半小時就漲停了 對… 所以其實照理講 你在這邊巨量也是不會出 但是漲停完 我一直在講 漲停不出股票 通常我不會漲停賣股票 當然極短線是另外一件事情 OK 所以漲停不賣的話 我們會等 那這天又漲停沒有問題 對 昨天漲停 對 昨天漲停 然後到了今天 早盤你說還創高 對啊 430 對 但是如果從15分線的角度 關鍵價位 我們是不是會抓昨天的漲停價 昨天的漲停價是關鍵價 對 這個漲停價很重要 因為市場上大家都會看 而且你看 昨天在自己漲停買的人 如果跌下來 它是不是可能會停損 所以如果我損一兩坪 我先停損再說 對 這是有可能的 可能會小賠 可能會小賠 對 通常這種操作的人 會是比較追強式的概念 然後在這邊 你看盤中稍微跌破 然後這邊殺下來 如果我們再把整個格局再放小一點 我們到1分 還要再放小 對 這個15分鐘不夠小嗎 因為當然要看自己的操作的習慣 跟你的那個能力 因為像我們是每天在看盤 而且我們是需要 進入到一些比較精確的價位 所以我們就會看著細一點 好 我們再看細一點 它要多細 OK 但是我們看到1分鐘 這邊是東哥遊艇的1分鐘 接下來的獨家教學 大家要聽仔細 很珍貴 不過我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件事情 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們看的K線 你運用在日線 其實是一樣的邏輯的道理 對 對 所以有這個概念就好 如果我們進到這個 只是為了把整個價格的波動 說得更小一點 OK 所以這中間我們會有幾個狀況 我們常常會遇到的 譬如說高點 對 這是早上一開盤的高點 對 今天早上的高點 然後再來我們會發覺高點出來了 這是不是叫做高不過高 然後再來第三個高點 是不是一樣 高不過高 這個時候還沒有跌破這個 漲停的價位 我們幫大家標示一下這個時間點 這大概是9點半鐘之前的K棒 就是每1分鐘就會有一根K棒 9點半鐘之前 它有出現高不過高的這種走勢 對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坦白講就要警覺 要警覺 對 如果你是真的 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你可能高不過高的時候 這邊回來 可能這邊就賣了 有些人可能在這邊就賣了 對 但是通常我會忍耐 我會希望等到跌破關鍵價位 所以如果是我今天的話 我會住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有一根 長黑K棒灌下來 跌破這個展哥所說的 昨天的漲停價 對 跌破這個關鍵價位 那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那這邊是不是也跌破 對啊 早上你看 才3分鐘吧 就破了 對 前4分鐘還在洗 對 所以你說這裡忍耐一下 因為其實距離不遠 對不對 距離不遠 所以通常你關鍵價位的時候 我們的習慣 我通常會稍微給自己一點空間 一點點的收尾 這個時候你避免 有些人是刻意洗盤 有可能被阻力洗盤 然後他又往上 所以前5到10分鐘 很有可能出現這個現象 對 但是OK 只要我們抓一點範圍就好了 那你說真的這邊出掉怎麼辦 OK 出掉就不要後悔 不要後悔 通常 對 通常這種狀況就是真的 離開了你就是 給自己一段時間冷靜 好 我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OK 所以如果這邊出 那你當然這一段就不該你的事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過去講 我們講進場怎麼進 但是你真的到了出場的時候 你可以回到比較小的格局 來去做 那你就才不會想說 今天如果你不出 你這樣一張差多少 差4萬塊吧 對啊 如果你在這邊沒賣的話 你在400億沒賣 跌停價也賣不掉 對啊 這樣就差幾萬 差4萬 差4萬 差這麼多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我們自己會用的一些方式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一直講 我們是不是進入到年報的行情 對 三月底之前要公佈年報 對 所以從過年前 我們就跟大家預告說 我覺得年後的行情 會走年報這一段 所以今天我們就給大家一些 也是一些方法 開始組合計了 之前我們一直講 一個技巧 一個技巧 結果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告訴大家說 我們怎麼操作 OK 那年報題材 我選的這一檔 2482 當然他是做這個 讀卡機 所以從餐飲 零售 無人商店 這些的訂單 等等的都是需要 沒有問題 所以去年其實也漲過一波 工業電腦 那時候我也公開推薦過 然後再來他也布局電動車 充電樁 OK 這些東西 細節我們就不談了 我們直接看財務好不好 因為我們投資的角度 看財務我們最精確 為什麼會選到它 第一個重點 我們需要選擇的是成長股 那它的成長性高不高 你看單月營收的年增率 這一條線這邊150% 對 這裡100% 所以你看光我們這樣 100 150你就知道 這一段的成長性大不大 它動不動就是什麼 三位數的成長 對 這是去年 去年的狀況 去年的狀況 所以你看確實它成長很大 而且相對於過去 過去很穩嘛 穩穩的沒成長 對 然後是到去年突然大爆發 對 所以去年 確實去年大爆發 然後再來我們從 每個月營收的角度 我們發覺 等一下補充一下 這邊去年全年營收 我們會結出來是多少 52.38% 對 全年成長52% 全年跟再前年成長5成 對不對 然後再來我們從 月營收的角度來這邊 Q4 VS Q3 它的QOQ 剛剛是YY這邊QOQ 它成長也是四成多 所以第四季也是有一個 比較大幅 比較明顯的成長 所以我們從營收的角度 我們先篩選出來說 這種公司怎麼會 營收忽然有跳升的狀況 那這時候我們就回頭看 看什麼 看它公司到底賺不賺錢 對 看完營收還要再細看進去 因為有些公司是營收很大 是越做越虧 會有這種公司 因為我毛利率可能 我賣一個沒賺多少錢 對 沒錯 10塊只賺1塊這種的 越做越賠的這種 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 OK 所以我們從它毛利率 第一個我們會看毛利率 毛利率這一條 這個位置大約是四成 四成的毛利高不高 算不錯吧 算不錯 大概我們一般 我們標準大概用三成以上 三成以上就算 我比較喜歡 算OK的 那低於三成就要看公司的 經營能力了 像鴻海這種 那就經營能力超強 但是毛利率就不夠好 OK 但是你毛利率扣完管理的費用之後 叫營業利益 從營業利益的角度 我又看去年怎麼第一季 營業利益是負的 營業利益利益負的代表什麼 就告訴你說 本業是沒賺錢 它一度本業沒賺錢 那不是不好嗎 對 確實 所以我們再細看它的 我們就發覺 那第一季為什麼 怎麼1PS還是正的 所以從財報上我就發覺 原來那時候是賣廠房 業外的部分 所以第一季當然確實是不好 所以你看第一季這邊 它的營收真的是低檔 真的是低檔 OK 但是後面就持續上漲 持續上升 所以營業利益也拉起來 所以這一段你看 二三季營業利益都還表現不錯 所以如果它能維持 營收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我覺得後續繼續 本業賺錢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邊 我們講到這裡 這叫做基本面 對 財報的數字 看起來沒有問題 對 所以我們從財報 先篩選出來一些個股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找技術面 我們怎麼進場 真的食物來操作 所以這就是一個關鍵 而這邊剛好 我們昨天是不是講那個花心 1605的花心 你說強恨強追突破嗎 對… 你看今天就繼續突破 對 OK 但是我們昨天在講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提到 它在整個波動上面 它是大波之後 是不是越震越小 對 波浪越來越小 對 所以這邊 其實就是有點壓縮的格局 在這個壓縮的格局裡面 我們再把它 幾個重點的價位 把它mark出來 好 你看28.5 這前高 再一次28.5 所以你看很高 兩次都28.5 28.5 重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 因為沒過 因為來過 對 而且來過 而且兩次都是剛好 點到28.5就不過了 是 就回頭 然後再來前面的高點 30.7 32.5 這個當值就比較遠了 對 這個就比較遠 但是OK 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做 好 這個地方我們是把它 zoom in對不對 zoom in來看 我們再放大一點來看 這些東西我們是 誘打之前我們都跟大家講 同樣的道理 我們只把它變一個組合拳 好 那變成組合拳來看的話 你看這邊 這個位置 這就是W底的層頸 沒有問題 這邊是不是突破 這裡就是頸線 對 所以這邊頸線拉過來 這邊突破完整理 然後上去一波又回來 對 又回側頸線 就回側頸線 稍微跌破一下 是叫假跌破 這裡是假跌破 對 一點小下影線對不對 而且這個位置又很有趣 這一條線叫什麼 季線 季線 季線守住 對 所以我們這幾天 是不是一直在講 月線翻揚站上季線 這種角度 OK 所以這個地方守住了之後 這邊漲上去 關鍵可以幫站上月線 所以這邊買 然後到這邊突破 關鍵價位再來加碼 這個地方我覺得就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操作 方式 好 如果大家有聽不懂的地方 或是因為時間關係 想得到更津洁的教學 現在馬上拿去搜尋 搜尋電視上的QR Code 加展哥的LINE 或是LINE搜尋 小老鼠WU5868 也可以加展哥的LINE 那展哥特別的要給大家 所謂的年報題材股要給大家 對 所以今天記得一定要加LINE 因為我覺得年報 會是接下來的重點的行情 那怎麼樣懸鼓 我們先把年報 從基本面前幫它塞出來 幫我們把我們這幾天 已經入目區都交給大家了 那要怎麼跟你索取 你就加賴索取就好 加賴索取 你要來年報這樣子